回来了,我是Drama,年底了 我要推荐给你们我心目中2021年最值得深度反复耍的电影 它像成年老九一样,第一口很无聊 但一定会越品越香的,最后的决斗 这次写了个小论文,分成剧情解说,电影背景,历史背景 人物分析,真想探讨几个板块 欢迎反复观看 1386年12月29日,巴黎圣母院旁的比武场人头传动 这是中世纪最后一次官方记载的比武审判 所谓比武审判,就是空遍双方打架,直到一方死亡 谁活着,谁就是真理 虽然决斗结果不一定代表真相 但在宗教诸道一切的中世纪 上帝选择的人,就代表真相 通常,比武审判是被用来裁决那些扑朔迷离的悬案 今天的这场决斗,关于一场被载入法国历史的强奸案 让我们听听第一个当事人,尚德卡鲁日口中的真相 1370年历磨日之战,卡鲁日奋命固守阵地 看着对岸的英军残忍割下法国平民的头颅 卡鲁日忍无可忍,高喊着为国王而战 带领军队杀过对岸 混战中,他救下了摔下战马的勒格里 却救不了大局 门军任务失败,历磨日百局已定 领主皮耶对卡鲁日违背军令耿耿于怀 在宣誓效忠时,皮耶故意后退半步 让已经单膝跪地的卡鲁日再往前一步 中世纪的法兰西实行的是封建君主制 围绕着领主封城,领地联动运作 卡鲁日·勒格里就是皮耶领主下面的封城 在领主的领地里,领主就是绝对权威 卡鲁日不得喜欢 勒格里却意外深得皮耶的信任 不久他变成了皮耶的财政大臣 负责四处收债 这天勒格里的债收到了卡鲁日门上 卡鲁日说自己没钱 我也让他失去了妻儿 损失了半数劳力 天地也减产了 勒格里很为难 他告诉卡鲁日 大家过得都很难 他也是在其位谋其职 如果他只顾着同情别人 恐怕一分钱都收不上来 到时候国库空虚 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 所以欠债人拿不出现金时 就只能用土地抵债了 话说到这个分上 卡鲁日多少也明白了 他希望勒格里能看在两人多年的交情上 宽限他一段时间 要补上这个亏空 就只能去诺曼底和英国人厮杀 勒格里劝他不要去 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 一旦死在战场上 他所有的财产就会被领主拿走 可卡鲁日毫无办法 他需要钱 征战期间 卡鲁日被安排在一处庄园修整 这个庄园属于当地豪门迪布维尔家族 这个家族的名声不太好 因为他们曾经帮助英军攻打过法国 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汉奸 虽然现在又投诚了法国 但总归是有污点的 卡鲁日连手都不情愿和庄园主人握 可迪布维尔家族 却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儿 名叫玛格丽特 作为庄园主人的独女 娶到她 还能意外收获丰厚的嫁妆 卡鲁日对玛格丽特一见倾心 加上这婚能解决她财务上的燃眉之急 她真心求娶玛格丽特 迪布维尔就让卡鲁日家族的威名 同意了这门情事 把大片的土地和庄园 作为嫁妆赠给了卡鲁日 然而万事难逃意外 就在卡鲁日接收嫁妆前 领主皮尔把其中最肥沃的土地 欧努勒夫孔赏给了勒格丽 用来感谢他帮忙收债 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卡鲁日心里很不舒服 可勒格丽专程找到他 请他不要误会 说是皮尔做事太急了 他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卡鲁日十分信任勒格丽 吃下了这个亚发亏 但回家后 妻子玛格丽特告诉他 土地是他父亲为了还债 才递给皮尔的 据他所知 那块地的价值 至少是父亲债务的两倍 勒格丽作为一个守卫 需要这么奢华的礼物吗 况且欧努勒夫孔 是他长大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父亲如果不是受到了 收债人的胁迫 肯定是不会叫出去的 卡鲁日纷纷不平 出于对妻子的爱护 他向国王查理六世 控告皮尔和勒格丽 希望国王能念及他 为国效力 帮他主持公道 然而 诉状却被驳回了 就在这时 卡鲁日的父亲 突然离世了 他马不停替从巴黎赶回贝列姆 却得知 自己不能继承 父亲贝列姆上位的职位 母亲满脸愁容 骂他愚蠢至极 居然为了讨新娘子的欢心 去控告领主 原来皮尔为了 报复卡鲁日的控告 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还把职位和称报 都赐给了勒格丽 妈呀 要我也得气死吧 不服气的卡鲁日 找皮叶理论 却被贬低侮辱 勒格丽作为新上位 就坐在一旁 可他全程 不敢看卡鲁日的眼睛 一句话也没有帮他说 勒格丽的忘恩负义 含了卡鲁日的心 加上领主也不欢迎他们 卡鲁日带着全家 离开了贝列姆 一年后 一个朋友生了孩子 邀请他们夫妻二人 参加庆祝会 卡鲁日特意让妻子 做了身心礼服 以全新的面貌 回到贝列姆 过去的 新陈主勒格丽 卡鲁日主动上前 和勒格丽握手言和 未表诚意 他还让妻子 玛格丽特 代表卡鲁日家族 亲吻了勒格丽 两人就此兵释前嫌 不久之后 卡鲁日吻别妻子 再次披甲上阵 因为他在苏格兰战场 表现英勇 从守卫晋升到骑士 可真英雄也扛不住猪队友 卡鲁日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被苏格兰盟军给卖了 突如其来 射来的乱箭 搅乱了他们的阵脚 危机时刻 卡鲁日和少数精英 镇住了场子 向敌人发起了反击 可战争还是输了 卡鲁日发着高烧 桑桑地回到家中 看他的样子 大概率是在战场上 感染了鼠疫 也就是消灭中世纪 欧洲人口四分之一的 黑死病 英法百年战争期 焚黑死病爆发 英格兰和法兰西两国 受到战争和异兵双重打击 普遍经济重创 名不聊生 即使恶机缠身 卡鲁日也不敢耽搁 匆匆见过家人后 他便赶去向领主皮业汇报战况 随后又赶去了巴黎 领取酬劳 卡鲁日来到巴黎四库 工作人员瞅了一眼他 又瞅了一眼桌子上的文件 可卡鲁日啥反应也没有 动了 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 工作人员指向文件的签名栏 让他在这里签名 不出所料 卡鲁日拿起羽毛笔 画了个叉叉 然后领取了300枚金币的酬劳 发工资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可等他再次回家 却发觉家里的气氛异常压抑 卡鲁日关心地询问妻子 是不是母亲又和他吵架了 玛格丽特眼含泪花否认了 既然妻子说没事 她也没有追问 可等晚上 卡鲁日想和久别的妻子亲热时 玛格丽特终于忍不住 说出了实情 原来婆婆在卡鲁日离家后 就以外出办事为由 带走了所有的仆人 不久 一名他认识的男子拜访 他没有防备地开了门 结果就被强暴了 卡鲁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再三询问妻子说的是不是实话 玛格丽特回答得十分肯定 卡鲁日报警妻子 自责没能保护好她 她对勒格里一再忍让 为什么勒格里还要对她最爱的人下手 卡鲁日发誓要为妻子讨回公道 他召集一众亲友和左邻右舍 告诉他们自己的妻子受到了羞辱 请他们把这件事广而告知 只有这样 领主皮叶才不会为了包庇勒格里 拒绝展开审讯 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巴黎 惊动了国王查理六世 卡鲁日要求查理六世 批准他和勒格里进行决斗审判 大臣提醒卡鲁日 如果输掉这场比赛 被证实指控不实 玛格丽特也会面对急刑 卡鲁日目光坚定 没有丝毫退缩 因为他相信 事实最终会胜利 上帝会庇佑诚实的人 既然当事人下定了决心 查理六世便在巴黎司法公亲自供审此案 卡鲁日当众控诉守卫勒格里 在今年1月第三周 强暴了爱妻玛格丽特 他愿意肉搏对决 以证明对他的指控属实 说完 卡鲁日扔下了手套 扔手套被视为发出挑战的宣言 言语成语 throwing down the gauntlet 扔手套就是提出挑战的意思 而且这一动作具有侮辱性 因此被手套伤耳光的人 要么接受挑战 要么承认受辱 勒格里自然不会任人羞辱 因为整件事情 并不是卡鲁日说的那样 让我们来看看 勒格里眼中的真相吧 时间又来到了 历磨日之斩那天 看着英军充满挑衅的 看同胞们的头 卡鲁日不顾领主守桥的命令 就是一个字 冲呀 连老卡鲁日都当场吐槽儿子冲动 勒格里不想丢下朋友 正必高呼 为国王而战 多亏他的好招 卡鲁日才不至于孤军奋战 遗憾的是 历磨日还是失守了 这和卡鲁日擅自违背命令 自然脱不了关系 领主皮耶大为恼火 一口气数落了卡鲁日十个缺点 勒格里表示 卡鲁日虽然冲动了点 但他也是为了救无辜的老百姓 再说 卡鲁日对国王和领主 都是十二分忠诚 皮耶这才笑了些气 比起卡鲁日冲动鲁莽 自食功高的性格 皮耶更加欣赏 在私人聚会上 皮耶用拉丁文读爱情圣经 在座的人 唯独只有勒格里能接下文 妥妥的中世纪文艺青年 难得的是 勒格里还不是一个书呆子 花甜饭错 分流倜躺 才是一个男人魅力的体现 能找到共同爱好的熬夜卡 皮耶的黑眼圈都禁不住表示满意 总之 勒格里成了皮耶的红人 又因为他曾在教会里学习过 数学成绩也是刚刚的 皮耶就让他整理账目 负责收债 靠着辛勤工作 勒格里从皮耶那里 得到了欧努勒夫孔作为奖赏 不想却硬插羊搓 得罪了卡鲁日 勒格里听闻卡鲁日 提告他和皮耶 吓得屁滚尿流 连夜把这事告诉了皮耶 没想到皮耶不吃一笑 就为了这点批事 打扰他撑笑一刻 皮耶自行表示 他是国王的表哥 卡鲁日的投诉 根本不会起作用 他还告诉勒格里 别说欧努勒夫孔 卡鲁日连他老爸的职位 和分地也别想得到 因为他打算把这些 也送给勒格里 说分当日 卡鲁日气势汹汹找了过来 大马皮耶颠倒是非黑白 威胁要再次提告 勒格里劝他冷静 结果被卡鲁日 指着鼻子说马屁精 皮耶表示 作为领主 他有权把自己的合法领地 送给最中心的首位 卡鲁日不但没有资格 质疑他的决定 还应该多反思一下自己 短短三年间 你娶了叛徒的女儿 还再三提告我们 口中却大谈责任与荣誉 这就是你所谓的小命吗 卡鲁日回队 说自己只为国王小命 只为天地 没文化的卡鲁日 赢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只有勒格里担忧地看向了他 一年后 勒格里听说 卡鲁日会出席庆祝会 便主动和皮耶请假 要去宴会和卡鲁日和好 皮耶说 卡鲁日死性不改 何必多此一举 但勒格里认为 他和卡鲁日都是皮耶的属下 两人不对付只会带来麻烦与困扰 而且他曾经还是卡鲁日 已故儿子的教父呢 他劝皮耶大人不及小人过 原谅卡鲁日的小孩子脾气 皮耶调侃格里太正派可会害死自己 可勒格里却表示他会坚持正派下去 终于等到了庆祝会这天 勒格里早早来到宴会场 卡鲁日进来的一瞬间 他就急忙上前打招呼 主动伸手等待昔日好友的回应 惊喜的是 卡鲁日也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 在在场人的见证下 勒格里大声说道 国王的臣子之间不应该有嫌隙 陛下现在需要我们 卡鲁日大赞他说得好 还让一旁的玛格里特给老友一个吻 展示卡鲁日家的诚意 这是勒格里第一次看见玛格里特 传说中 卡鲁日那个会读书的妻子 果然年轻漂亮 谦逊文婉 这一吻让勒格里心中汹涌澎湃 看到害羞的玛格里特 躲闪着回避他的目光 远人无数的勒格里忍不住欢喜 他对我有意思 他情不自禁走向玛格里特 称赞他长得和自己一样养眼 玛格里特被逗乐了 说他是个奉承高手 接着他们又谈起了书 勒格里问玛格里特 喜不喜欢玫瑰传奇 这可是最受姑娘们欢迎的书 玛格里特觉得 言情小说很乏味 他更喜欢波西瓦里的善意 波西瓦里是亚瑟王传说中 圆桌骑士团的成员 这本书也是14世纪分明欧洲的 骑士文学代表作之一 玛格里特认为 冒险故事有趣又惊险 还用德语评价器 破析瓦里天真而愚蠢 但他却钦佩主角 最后赢得了审碑 难得找到了有共同语言的女性 勒格里也用德语回应 说他也欣赏主角 不达目的 永不言气 而这句永不言气 像是一种激励 在勒格里心中 种下了执念 他的眼睛完全不能 从玛格里特身上移开 玛格里特也微笑着回应他 那天夜里 勒格里梦见玛格里特 以极具诱惑的姿态 出现在他房间里 可醒来后 却是一片更深的孤寂 是的 他无可救药地 爱上了玛格里特 但君子有情 只忽于礼 勒格里把这份喜欢放在心里 继续做着他的花花公子 不久 卡鲁日从苏格兰战场返回 战事凄惨 他没能带回财富和战俘 只带回了其实的封号 勒格里觉得 卡鲁日这波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说辞 实在有欠火候 听起来 倒有几分炫耀自己骑士身份的嫌疑 于是他帮嘴补充了一句 结果不如人意 但绝非你指挥无方 在座的骑士们也拍桌 搞胡同意 可这话在卡鲁日听来 更像是在强调他指挥无方 他揪住勒格里 刚刚没有用骑士称呼他这一点 训斥身为守卫的勒格里 不懂尊重 还挖苦勒格里毫无作为 靠着当田狗吃香喝辣 没有资格批判他这种 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人 受此羞辱 勒格里脸色一成 却没有当面和他撕破脸 他起身向卡鲁日道歉 说自己无意冒犯 助歧视卡鲁日 接下来的巴黎之行顺利 几次三番被当众羞辱 勒格里彻底放弃了卡鲁日这个朋友 他不再有所顾忌 趁卡鲁日不在家 带着手下骗马格丽特开了门 一进屋 勒格里就跪在地上 向马格丽特真情表白 他告诉马格丽特 自己没办法忍受他跟着卡鲁日 过拮据的生活 没办法看他被卡鲁日折磨 马格丽特很慌乱 说自己是有妇之妇 让他赶紧离开 可在马格丽特转身上楼时 他却故意脱下了鞋子 勒格里一路跟随他到了卧室 马格丽特呼喊仆人的名字 却没人应答 很明显 此时此刻 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人 勒格里打消了最后的顾忌 在马格丽特欲据还迎 半推半就中 推倒了他 他叮嘱马格丽特为了自己的安全 一定要守口如瓶 但也不必自责 要怪就怪他们情难自已 事后 勒格里深感罪恶 他向神父祈求宽恕 神父宽慰他不必自责 是妖妇引他误入歧途 上帝不会降罪于他 没过多久 勒格里还是从皮耶那里 听说自己被卡鲁日指控强奸了 勒格里一脸懵逼 他不知道马格丽特为什么会那么说 是的 他可能有一些挣扎 但像马格丽特这样的淑女 这是矜持的表现 再说 他为什么要强迫女人呢 他是缺女人吗 皮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可勒格里最近确实有些不对劲 勒格里只好坦白 他爱上了马格丽特 他和马格丽特两亲相悦 所以他可以被指责通奸 但绝不存在强暴 皮耶抛来一个我懂的眼神 让他放宽心 嘿嘿 你就全程say no就好了 通奸也别认这个有没有罪的审判啊 是我来定的 可就在皮耶在领区法庭上宣布勒格里无罪时 卡鲁日已经跑到巴黎 向国王申请决斗审判了 勒格里坐不住了 强奸可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作为在教会学习过的低阶神职人员 他有权申请教会审判 那样对他更有利 教师也告诉他 教会办公室是男人的天下 强暴案多到不像话 但结果你懂的意义 然而教师豁免圈只能帮他逃脱惩罚 却不能还他清白 为了捍卫名声和尊严 勒格里愿意接受法庭审判 说完勒格里捡起地上的手套 接受鼻舞审判 因为上帝不会冤枉好人 双方各执一词 究竟谁说的是真相呢 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 玛格丽特怎么说 我想这也是电影认可的真相 因为在黑色字幕隐区后出现了真相二字 玛格丽特的回忆从新婚当日开始 那天卡鲁日就因为欧努勒夫孔被抢走的事 和父亲争吵起来 老子冒着骂名娶你女儿就是为了钱的 说好的这么多嫁妆 少一点都不行 父亲解释说 D被拿去抵债了 他也没办法 不过他向卡鲁日保证 自己的女儿身体健康 一定能为你生下几成人 有了这个保证 卡鲁日才答应继续婚礼 洞房之夜 卡鲁日很粗鲁 可玛格丽特不敢说什么 只能迎合丈夫 说自己很满足 初次在宴会上见到乐格丽 卡鲁日让他给这个陌生男人一个亲吻 玛格丽特很错愕 却又不敢违背 为了回应乐格丽主动热情的握手 和那一句 国王的臣子之间不应该有嫌隙 卡鲁日必须装出狂宏大量的气度 他也必须配合丈夫的行动 可乐格丽的回吻却并不绅士 他绝嘴了 这玛格丽特十分不安 他闪躲着拒绝乐格丽轻跳的眼神 然而同袭的夫人们 却对乐格丽反起了话痴 称赞他英俊潇洒 玛格丽特随身复合 说那个男人确实很帅 但他的丈夫并不信任他 随后 玛格丽特和丈夫跳起舞 他的确看了几言乐格丽 因为那时他正在称赞丈夫 和乐格丽和解 是有气量的表现 相比之下 乐格丽的反应就有些过度自恋了 不久 卡鲁日再次踏上战场 临走前 他叮嘱玛格丽特打理好庄园 此时 他和卡鲁日的婚姻关系 其实已经开始紧张了 因为结婚这么久 玛格丽特一直没怀孕 卡鲁日和前妻是生过孩子的 言下之意 他觉得怀不上是玛格丽特的问题 要知道 格鲁日新买的母马都怀孕了 说起战马 卡鲁日十分宝贝 他特意嘱托不要让怀孕的母马出栏 但养马人告诉玛格丽特 多出去走走 更有利于母马的健康 玛格丽特虽不懂养马 但他觉得这匹马和他一样 被卡鲁日牢牢掌控 一丝自由的气息都感受不到 怎么会健康呢 玛格丽特爽快地 批准了养马人的请求 作为大财主的女儿 玛格丽特精通管理 把庄园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他发现用牛耕地的效率很低 就提议用马来耕地 但马太贵重了 他们之前从来没用马种过地 玛格丽特很坚定 如果没有收成 再金贵的马 到了冬天也会被饿死 相比差点把自己搞到破产的卡鲁日 玛格丽特绝对是个优秀的理财达人 但婆婆对他还是十分不满 不下蛋的母鸡 叫他再想也是百搭 玛格丽特也很着急 四处寻医问药 甚至还看了炼金术时 对方说他体内四种体液失衡 尤其是缺少黑胆汁 所以严重抑郁 想要听懂这段 就需要了解中世纪医学 中世纪的医生 相信生病不是因为病毒侵害 而是因为你本身不够健康 西方医学奠基人西伯克拉底 提出了体液学说 认为健康取决于人体内四种体液的微妙平衡 多学制的人性情活泼 年夜制的人性情沉浸 黄胆汁过多使人焦躁易怒 黑胆汁过多使人抑郁 因为因为学者 诗人和哲学家这些人最容易抑郁 所以黑胆汁也被称作是智慧之夜 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你的主要体液可能是抑郁的黑胆汁 一种又冷又干的老龄化体液 扯远了扯远了 总之 玛格丽特是因为心情不好 加上身体肝冷才不容易怀孕 最后 炼金术师提醒玛格丽特 只有愉快的方式才能让人怀孕哦 为了讨卡鲁日的喜欢 玛格丽特约了新婚闺蜜一起去做新衣服 一到花钱的时候 闺蜜就开始抱怨自己的丈夫十分小气 不像卡鲁日对玛格丽特那么慷慨 玛格丽特却看得很清楚 自己的婚姻也不是没有问题 接着他们就在集市上遇见了乐格里 玛格丽特随口吐槽了一句 虽然这人不怎么样 但长得倒是还行 时间来到卡鲁日从苏格兰战场回来的那一天 玛格丽特穿上他新买的低胸装 迎接丈夫 但卡鲁日直接皱眉走开 进屋后 就质问他为什么穿得像个娼妓 玛格丽特很委屈 义正言辞地强调说 我是你的妻子 他上楼换了一身平常的礼服 才下来用餐 但婆婆非揪着他的小辫子不放 说他要是早点知道 玛格丽特有那么不剪点的衣服 绝对不会让他穿出来 玛格丽特生气地怼了回去 问婆婆有什么办法能管住他穿什么 高烧不止的卡鲁日 没经历理会两人的伴嘴 只是告诉他们 自己明天就要出发去巴黎 最少一周后才能回来 叮嘱玛格丽特待在家里 哪都不准去 只让婆婆留下一个仆人贴身照看 但婆婆也并没有听卡鲁日的话 为了给玛格丽特天天读 他故意带走了所有仆人 于是就发生了强奸案 勒格丽特手下说 他们的马掉了马铁梯 需要一段时间修理 希望能进屋暖暖身子 一会儿就好 玛格丽特出于善意开了门 结果勒格丽粗暴地挤了进来 还自说自话 傲慢地向玛格丽特告白 玛格丽特强调自己是有夫之夫 警告勒格丽不要靠近 请她赶紧离开 她往楼上跑 慌乱中吓得连鞋子都弄丢了 可勒格丽紧追不舍 强行闯入了睡房 她大声呼救却没有人回应 玛格丽特试图逃走 却被勒格丽一把抱住 暗倒在床 她哭喊着拒绝 但勒格丽还是强奸了她 事后 勒格丽还威胁她不要说出去 如果她暴躁的丈夫知道了 一定会打死她 接下来的日子 玛格丽特一直在惊恐中度过 她羞耻 愤怒 施不知味 寝不黄安 在丈夫时隔数日回家后 玛格丽特终于鼓起勇气 向她说出了一切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结果 她也要让伤害自己的人付出代价 否则 她终身难安 当卡鲁日听到强暴二字 她气愤地掐住玛格丽特的脖子 质问她说的是不是实话 有没有挑逗别人 当时为什么不逃跑 玛格丽特一一解释 最后 她恳求丈夫在法律上支持 说出真相 卡鲁日思考片刻后 同意了她的请求 随后 她不由分说开始截裤腰带 她不允许乐格里 成为占有玛格丽特的最后一人 第二天 卡鲁日就把这件事照高天下 玛格丽特也当众发誓 自己所说句句属实 玛格丽特成为了八卦的中心 连闺蜜都对她全称冷漠连 她追上去 问闺蜜为什么这么对她 闺蜜反问 你不记得 你不止一次夸过 乐格丽相貌英俊吗 言下之意 就是玛格丽特因为婚姻不幸 而出轨了 玛格丽特百口莫辩 回到家 婆婆也责怪她 让卡鲁日家族门秀 婆婆告诉玛格丽特 很多女人都经历过这种事 甚至自己年轻时也被强奸过 但她没有向自己的丈夫哭诉 因为那样只会带来麻烦 玛格丽特有没有被强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控告很可能会害死她的儿子 婆婆的这段话信息量很大 在中世纪 强奸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 通常强奸犯会被处以侥刑 但现实中 强奸案的审判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受害者和袭击者的社会地位 如果是贵族或歧视 对农民的女儿施暴 通常是没有后果的 而且在法兰西 女性通常需要男性在法律上的支持 因为作为财产 女人的丈夫或者父亲 才被认为是强奸的受害者 而不是女人自己 回到故事 可玛格丽特不认同婆婆的处事之道 她无法保持沉默 她一定要说出真相 听审现场 坐在法庭中间的玛格丽特 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 这是距离案发刚好六个月 联系玛格丽特结婚五年都没有怀孕 一位教会人员质疑 她是在外面有了情人 才借指控勒格里做挡箭牌 你们是不是好奇 教会咋不说是勒格里强奸 导致怀孕的呢 没错 因为受孕的前提是愉悦 强奸又不愉悦 所以这神奇的中世纪科学认为 强奸是不会让人怀孕的哦 除非 玛格丽特很小说和勒格里在一起 是不是多年低血压都给你治好了 玛格丽特在神职人员的句句逼问下 不得不当着满堂的人亲口诉说 和丈夫睡觉很愉悦 被勒格里强奸很痛苦 当然 他们也不会浪费玛格里特闺蜜的证词 既然玛格丽特多次称赞勒格里英俊 很难不让人怀疑他主动勾引 玛格丽特承认 他和朋友们讨论过勒格里的外貌 但他后面也说了 这个人不值得信任 不论他们提出的疑问多么刺耳 玛格丽特始终没有松口 最后 教会人员警告他 如果卡鲁日输掉决斗 便代表上帝的判决 那么作为真的玛格丽特 会被剥光衣服 在众人面前活活烧死 玛格丽特颤抖着回答 他说的全是实话 查理六世抬头看了看天 既然如此 就让上帝来裁决吧 出了巴黎司法宫 卡鲁日则问玛格丽特 怎么能说勒格里帅呢 这让他丢尽了脸面 玛格丽特这时候也没了好脾气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 输掉决斗就会被烧死 这不是上帝会不会保佑好人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他们母子生死的问题 说白了 卡鲁日就是自私虚伪 他根本不是为了帮他讨回公道 而是想报复勒格里 几个月后 玛格丽特生下了儿子 看着强暴中嗷嗷待步的孩子 他开始后悔控告勒格里 追求真相 让他可能失去陪伴孩子长大的机会 早知道是这种感觉 他应该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保持沉默 1386年12月29日 也就是玛格丽特生娃后第一天 决斗开始 其实这里是电影作的一个人性化的改变 历史上 这场决斗原定于1386年11月27日 却因天气不佳导致道路损毁 让想要到场见证决斗的查理六世 耽误了返回巴黎的行程 最终推迟到了1386年12月29日才举行 所以本身的决斗时间 和玛格丽特生没生孩子没有关系 这只和国王全家 以及法国贵族 能不能凑上热闹有关 寒天洞地里 查理六世笑得像个憨憨 吃瓜群众也是热情高涨 唯一紧张的 可能也只有决斗双方的亲友团 以及被绑在火星架上的玛格丽特了 决斗开始 卡鲁日和勒格丽戴上盔甲 坐上各自的战马 曾经的莫逆之交 现在的生死抽敌 正进行着一场无比血腥的贫杀 每次惊险的过招 都会引来围观群众的惊呼 当卡鲁日先被刺中大腿时 查理六世和大臣们 同一时间发出惊呼 卡鲁日并未倒下 他拔出短刀 瘸着腿再冲上去 结果又被勒格丽砍到 卡鲁日的母亲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皮叶紧皱眉头 希望卡鲁日失血过多 彻底倒下去 围观群众大喊着杀了他 查理六世甚至兴奋地跳了起来 或许他正期待着 勒格丽赢下决斗后 可以再看一场火烧活人 看着勒格丽走进卡鲁日 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玛格丽特禁不住探出身体 近乎绝望祈求丈夫能躲过一劫 关键时刻 卡鲁日反手一刀 废掉了勒格丽的腿 将他按倒在地 全场屏住呼吸 卡鲁日愤怒地吼叫着 要求对手认罪 可勒格丽坚称自己无辜 最终被卡鲁日用短刀 从嘴里刺穿脑袋 查理六世当即宣布 上帝已经证明你的动机 诚实且正义 并祝福他们夫妻二人 在查理六世的提醒下 卡鲁日才想起惊魂未定的妻子 在欢呼和掌声中 他拥抱玛格丽特 向所有人展示他的妻子 和他的胜利 失败者被剥光衣服 玄街示众 胜利者骑上高头大马 如同战胜归来的英雄 在人们的簇拥中离开 默默跟在卡鲁日身后的玛格丽特 就像是一件战利品 仿佛和之间是毫无关系 人们已经完全忘记这场决斗的原因 这个女人要以命争取尊严 数年后 卡鲁日参与十字军东征 战死沙场 玛格丽特则以卡鲁日庄园夫人的身份 独自过了三十年的平静生活 终生没有再嫁 最后的决斗由异形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指导 根据中世纪法国最后一次 竟由决斗审判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本阿弗莱克和马特达们 在心灵捕手拿下 《二四卡》最佳编剧奖后 时隔24年再次合作 他们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就非常令人期待了 为了从三个视角 讲好两男一女的爱恨情仇 他们还邀请了 曾获美国作家协会 最佳改编剧本奖的女编剧 尼克尔·霍罗塞娜共同撰写剧本 三人强强联手 从三个视角 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 然而如此强大的创作团队 却遭遇了票房惨败 投资近0.48微 全球票房却近1.01爽 年近84岁的老雷 也是见过大翻大浪的强心脏了 但还是忍不住在采访中 吐槽了一句冷漠的千禧一带 据调查 该片50%的观众 年龄超过35岁 对比同期的票房冠军 约广广广心晃晃杀戮的27% 最后的决斗这类古装动作片 显然不对年轻观众的胃口 实话实说 不是在只看了卡斯阵容 和扑街新闻的情况下 打开这部电影的 一刷不知道剧情走向的时候 看第一段真的一度昏昏欲睡 但也像老雷暗示的那样 真是一部需要沉下来看进去 才会越发发现精彩的电影 当你完全明白 它在讲什么的时候 很难不喜欢这个故事 它虽然是古装片 但600多年过去了 人性竟然一点没变 不过在讨论最有意思的人性部分之前 我还是想和你们分享一些 影片里考究的细节 最后的决斗 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创作 自然就包含了 法国中世纪生活的许多细节 比如对查理六世封王的精准复刻 虽然本片故事发生时 查理六世还没有封 但通过查理六世为数不多的镜头 不难看出 这个国王多多少少有点神经质 比如在决斗审判这件事情上 查理六世是抱着看热闹的私心才批准的 对于血性屠杀的场面 他更是表现得极度兴奋 查理六世出生于1368年 父亲查理五世 是逆转英法百年战争 第一阶段战局的重要君王 不过查理五世在他13岁时就去世了 王叔们欺负查理六世年纪小 气上瞒下运用手里的权力 提高税收 带着老百姓食尽好羊毛 本片的故事背景就正好发生在这一时期 所以卡路日才会被搜刮的那么惨 不过等到查理六世成年后 他慢慢的从王叔手中夺回了权力 并降低赋税 让百姓分一足食 因此还被人称为可爱的查理六世 但王叔们可不是好惹的 查理六世在和这帮人长期的权力斗争中 逐渐精神崩溃 他开始妄想自己是玻璃做的 只要别人碰到 四肢就会碎掉 为了不让自己断掉 他还特别在腰上绑了几根铁棍支撑 最丰明场面就是在1392年 他在一次带兵出征的途中 突然发疯 灰剑杀死了四名贴身侍卫 也因为查理六世的精神病 朝政长期无人管理 法国国内乱成一锅粥 因果乘血而入 停战20年后 发动了第三阶段的印法百年战争 包括局势文明的1415年 阿金库尔战亿 另外一个长知识的点 是关于中世纪瘟疫的 影片里说 卡鲁兹因为瘟疫 失去了第一任妻子和儿子 对应14世纪这个时期 黑死病 也就是鼠疫的可能性很高 当时鼠疫致死率高 和卫生环境差关系很大 其实鼠疫病菌 一般是通过血液和飞沫传播的 由于当时 败血性鼠疫的人 皮肤都出现了黑斑 所以他们都以为 这种病是通过皮肤传染的 当时教会就认为 你一洗澡 身上的毛孔就会打开 毒气就会进入身体 所以明令禁止大家洗澡 殊不知 卫生条件差了 书疫反而更加猖獗了 在分建君主制的中世纪欧洲 阶级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中世纪分建社会 就像一座金字塔 贵族 平民 奴隶 阶级之间难以跨越 皇帝 国王 公爵 侯爵 伯爵 子爵 男爵 女爵 骑士 这八个头衔 可以称为贵族阶级 其中骑士是从那些打仗打到好的武士里面封出来的 是平民晋升贵族最大的机会 不过话虽这样说 成为一个好的战士 需要多年的训练 起码打架等等技巧都很重要 还要自备刀剑毛等武器 一般像农民阶层根本没钱训练孩子学这些 所以骑士到底还是富家子弟的专属之称 而首位呢 就是成为骑士之前的低阶版武士头衔 地位比农民高 但够不上骑士 因为经济上面的原因 当时农民要改变自己地下的阶级面貌 唯一可行的就是让孩子去教会学习 因为在接受了教育的农民孩子中 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会担任神职 因此教会教育成为农民改变生活的突破口 罗马帝国统治欧洲将近1500年 官方语言就是拉丁语 农民接受教育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多学拉丁文 这样他们就可以查阅法庭案卷中 关于自己和土地的资料 少数点压榨 下面要讲的内容就点题了 中世纪决斗审判是什么 这场决斗为什么叫最后的决斗 决斗是日尔曼法中一种在缺少证人或供词的情况下 解决指控的方法 争议双方必须进行单挑 战斗的胜利者被宣布胜诉 这是一种司法认可的决斗 它在整个欧洲中世纪一直被人采用 16世纪开始逐步被人们所欺用 决斗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电影里这种官方批准的就更加讲究 为了彰显比赛的公平 决斗场地全程都是封闭的 在一方被杀死前 防止场外因素的干扰观众也有各种各样的规矩 比如他们不能碰木栅栏 不能大喊大叫 违背规则就会失去一根手指或者一只耳朵 整个决斗过程电影的还原度也是很高的 比如强调决斗双方不得佩戴有神秘力量的互胜服 两人在决斗时也是按照规则 从马上长矛对决 到使用长剑和盾牌互相挥砍 最后才使用短刀、匕首等 四人决斗在后来还是时有发生 不过卡鲁士和勒格里的这场决斗 是法兰西国王和巴黎议会正式批准的最后一场官方决斗 所以称之为最后的决斗 抛个题 关于鼻舞审判 我是通过全游里小恶魔剑里的出印象 那么问题来了 历史上真的决斗到底可不可以请代理歧视啊 想看懂这部电影 很难绕开罗生门这个词 这部黑泽民1950年拍的罗生门呢 讲了一个武士和他妻子被强盗打劫 这个强盗建设棋棋棋搞了人家妻子 然后武士就死了的故事 武士怎么死的 结果三个人给了三个不同版本的解释 强盗强调自己强大杀死了武士 妻子强调自己过于悲伤误伤了丈夫 甚至这个武士借通灵师父会讲的话 也是在说自己是可杀不可辱自杀的 三人为了自己的形象和利益各执一词 而目睹真相的乔夫也因为偷了东西选择沉默 在乔夫看到的真相里 武士嫌弃妻子 强盗摇摆不定 妻子挑拨离间 最终强盗和武士为了面子被迫决斗 尽显人性的自私虚伪 同样采用了三段式 罗生门的三个人有明确的歪曲事实 但最后的决斗甚至可以看作三个人都没说谎 他留给我们判断的是谁的故事更接近真相 没错 这部电影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于他会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 从不同的视角看同一件事 就会带有不同的情感 不同的滤镜 最后呈现的样貌也是不同的 所谓人言不可尽兴 并非只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互相欺骗 还有别自欺欺人 比如卡鲁日却是如他所言 骁勇善战 终君爱国 他的脸上身体遍布可怖的伤疤 那是他每一次战斗勇往直前的证明 为了方便戴头盔 他不顾形象修掉两边的头发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汉 但透过勒格里的描述 因为遭受不公 几次横冲直撞的发言 我们也发现 他愚蠢 鲁莽 不会控制情绪 甚至有些小心眼 接下来玛格丽特的说法 也佐证了这些 婚礼现场在干嘛 哪有什么交换誓言 分明是和老丈人 一字一句的确认嫁妆 在卡鲁日的眼里 玛格丽特更像一个工具 是钱袋子 是神域机器 如同他的战马一样 是属于他的私人财产 他只需要控制它就够了 卡鲁日是个文盲 不论是卡鲁日自己的视角 还是勒格里 玛格丽特的视角 都有展示他 因为不识字 腹中无师叔带来的尴尬 但同时 卡鲁日也不完全的愚蠢 他知道怎么利用 卡鲁日家族的名声 换取女人和财富 在和皮耶两次正面冲突 均以失败告终后 卡鲁日很快看清了现实 在强暴案发生后 暴怒地掐住了 玛格丽特的脖子 但他很快又意识到 这是个扳倒对手的好机会 于是 有计划地把审判交给了上帝 事实上 他是跳过了不值得信任的皮耶和国王 把裁决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 毕竟打架这种事 讲道理 卡鲁日迎面确实大 这才是他最想要的 一个能手刃仇敌的正当机会 整个过程中 卡鲁日还故意跟玛格丽特 隐瞒决斗失败的后果 不惜以妻子的声明作为赌注 只为了捍卫他自己的尊严 在堪勒格里 富有诗书 风流潇洒 有着常人不能比的胸怀 旁人无法忍受粗鲁的卡鲁日 他却一再为他说话 勒格里是卡鲁日死去儿子的教父 可见 两人曾经确实是非常好的兄弟 但纵观整个事件 勒格里虽然没少低头认错 委屈求全 可实际上 在涉及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时 他从来没有让步 比如在得到欧努勒夫恐后 他可以千里迢迢找到卡鲁日解释 却丝毫没有归还的意思 当然也没有任何歉意 因为他向皮叶告状时 坚定地说道 可见他意识里 根本没觉得这是欠了卡鲁日的 后面 截护卡鲁日的职位和分地 也是如出一辙 即使背地里没少占卡鲁日便宜 但表面也要一团和气 所以才有了他在宴会上主动求和 因为处事圆滑 善于封营 是刻在他DNA里的生存之道 相比于卡鲁日 从他爷爷被就开始发迹 乐格里的出身就差了一截 他曾告诉皮叶自己出身卑微 在教会学习过 他的精神之道 不存在继承 而且不同于打仗 还是那种需要人情世故和脑子的打拼 更看重利益也就合情合理了 领主皮叶就是乐格里的贵人 乐格里的才华有了市场空间 他再也不用上阵杀敌 只需要抱紧皮叶这条大腿 就能吃香喝辣 夜夜春宵 所以当乐格里第一次攀附皮叶 得到原本属于卡鲁日的东西时 他的窃喜应该远胜于对朋友的歉意 在他多次赢过卡鲁日后 乐格里逐渐对卡鲁日产生了一种服饰 他取笑卡鲁日不识字 认为他的脾气是个小孩子 进一步理所当然地以为 聪明美丽的玛格丽特 一定厌恶卡鲁日 只有剥削多才的自己 才能吸引这个女人 就在乐格里自信心爆棚时 卡鲁日却通过苏格兰一战 赢得了骑士头衔 我们刚才说过 封建君主之下 头衔就是阶级 乐格里虽然有钱有权 仍然是地狱骑士的首位 卡鲁日一番羞辱 一下子就把他整破房了 所以乐格里才趁虚而入 通过强奸玛格丽特 来剥夺卡鲁日最后的尊严 当然从他的视角来说 应该是 既然兄弟情依已无 那我也不用再有所顾忌 我要拯救 被你这个大老粗浪费的美人 乐格里身上最大的疑点 是他答应决斗的动机 他明明可以通过教会 来逃逼决斗审判的 为什么要拿性命冒险呢 乐格里是一个 精于计算利弊的人 只是为了清白二字 似乎没那么有舒服力 最后的决斗 原著作者在采访中有补充说过 决斗除了环境要公平 决斗双方的身份也要平等 如果法兰西国王 批准一个骑士和首位决斗 和对岸的英格兰王室 一定会笑掉大压 所以在决斗开始前 乐格里现场就被册封为骑士 或许他接受挑战 除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也想通过决斗实现阶级的上升 谁就能扬名例外 另外一方面 是乐格里这个男人 他死要面子 并且也真的慌了 通过看他的视角 我们可以知道 乐格里不认为自己强奸了玛格丽特 他觉得自己是两情相悦的通奸 当然通奸这层说法 也被皮A要求可以不用说了 两个人的诊断对话 乐格里一开始都是慌得一披脸 直到有了这个领主说会为他撑腰 他才终于放松下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当你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一件事 而且这件事靠自己压不住的时候 你的班主任或者领导 总是就是圈子里的公权力 说你没错 让你咬死一个说法 准备保你 这时候 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就是听这个上司的话 那谎说着说着 自己也都信了 在卡鲁日和乐格里 都在捍卫各自的面子时 玛格丽特的尊严 从一开始就被践踏到 荡然无存 不同于两个男人 只关注自己的形象 玛格丽特向我们展示了 她更全面更真实的人生 她的出生和家庭 她和婆婆 朋友仆人相处的日常 她平等地听去 养骂人 根底仆人的意见 和闺蜜和女佣 讨论流行的服装 虽和友善 但当她面对别人的恶意时 玛格丽特没有丝毫软弱 比如 当婆婆激粉 她结不出果实时 玛格丽特能清晰地 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指出对方的狭隘 I'm a good wife 关于生不出孩子这件事 玛格丽特一直也是非常焦虑的 当时有个说法是 拔萝卜得逾越了才会怀孕 在玛格丽特的回忆里 她很明显 是从来没有逾越过的 除了求医 她其实也有在想办法 增添夫妻情趣 比如说 穿最时髦的低胸衣 虽然立刻就被卡鲁兹骂了 因为读过书 玛格丽特的自我意识 更强烈一些 所以她遭到强暴后 她能跳脱出 时代对女性的束缚 理清谁是谁非 甘愿冒生命危险 寻求真相 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 也无法挣脱中世纪女性的人生悲剧 为出嫁前 她是父亲的财产 为了家族荣誉 她嫁给了同自己父亲年纪相当的男人 虽然演卡鲁兹的马特达门我也想嫁 不过历史上 尚德卡鲁兹 大约出生在1330年 她在1380年迎娶马格丽特 已经是个年余半百的小老头了 中世纪的平均寿命也就50多岁 说她是小老头 一点也不过分 这出嫁后 她又是丈夫的财产了 她以命相搏的真相 在卡鲁兹的操盘下 变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荣誉之争 而她的生死 取决于哪一个男人先倒下 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控权 这便是马格丽特的最大悲剧 电影里 马格丽特直到生下孩子的那一刻 才后悔没有像卡鲁兹母亲那样保持沉默 这时候她忽然理解了婆婆 说自己活下来了的用心良苦 曾经那个勇敢发生的马格丽特 是截然一生 现在有了孩子 便有了牵挂 死亡变得可不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孩子长大后是金头发 虽然高中生物告诉我们 黑头发也有生金发的概率 不过我选择把这个理解的美好一点 孩子大概率不是黑发勒格里的吧 今晚电影已经暗示了 马格丽特眼中的真相就是真相 但在观影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多少也怀疑过 既然都是主观视角了 那马格丽特就没有因为滤镜 错误的回忆了 马格丽特和勒格里初次见面那次 回忆里没有两人单独聊天的场景 是不是说明 那次愉快的对话和勒格里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 那凭什么不能理解为两人在精神上调了情 他多次公开说勒格里帅 虽然评价一个人帅可以毫无悬外之音 但闺蜜非要觉得他对这个人有意思 也没有过错啊 在马格丽特的真相里 开路日是最后一个占有他的人 但两人结婚五年不孕不遇 最后就那么巧的立刻怀上了孩子 很难不让人稍微多想几种可能性呢 这些质疑也是当初在法庭上审判们的质疑 看吧 差不多的质疑也都解释过一遍了 字幕都打出来说这段是真相了 不想相信的时候 还是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去怀疑的 当然历史上关于这件悬案 确实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 我发现中世纪女性的地位 其实比想象中要高 由于黑死病的流行 当时欧洲的人口急剧衰减 男性劳动力不足 女人渐渐做起了一些 原本男人承担的工作 话语权自然就提高了 像马格丽特这样会读书写字的贵族女性 还能做分地管理等等工作 我们也实大实地看到 她做的确实比卡鲁日好 还有女性甚至从军出征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半个世纪后的贞德 当然这是在同等阶级情况的纵向对比 小老百姓想要扳倒王公贵族 这样的事情还是别想了 而且虽说女性整体话语权提高 教会仍然占主导地位 真的后来被宗教裁判为女巫烧死 而马格丽特无论多有思想 卡鲁日活着的时候 她仍就是她的财产 电影在这个女性地位 竟然要说是相对较高的时代里 唱了一首女性悲歌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 她们拥有丈夫财产的继承权 所以在卡鲁日死后 马格丽特没有再婚 因为她受够了无碍婚姻的折磨 也看清了男人的虚伪和自私 再婚感什么 她终于可以独自美丽了 那么这个世纪悬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还有没有更多可以探讨的点 马格丽特最后的眼神里 为何毫无效益 戏份不中的闺蜜 为何最后一再给表情特写 警法儿子真的没法验爸爸吗 只要我们想 就能有无数可以发散的视角 即便过了640年 人性依旧没变 这种只能看到表面的瓜 剖开来是什么样子的 全凭每个人的嘴 哪怕你是当事人 说事的时候也可以自带滤镜 哪怕真相已经全然在你眼前 不想相信 还是可以假装看不见 所谓真相 或许根本没有人在乎它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咯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